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电池的对比介绍 在我的右手边这块电池是我们的13960S 它是用于P100跟V50的电池 它的容量是960Wh 在我的左手边这款电池 它是我们P100Pro和V50Pro的电池 这款电池它是13970 那容量是975Wh 大家从外观可以看这两个电池外观几乎一样 反而我们的新款电池还要来一点点 重量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的这个外套封装是不一样的 老管电池的孔就比较粗 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这个异物或者数值尖刺容易倒进去 伤害我们的电芯 新款电池呢防护性更好一点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把手 我们的把手盖 这个新款电池的把手盖更厚 而且这个材料也变化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其坏的把手盖 最后就是电池的内部的那个电路板跟电芯的封窗工艺 待会我们拆开看一下 我们把电池的外套拆过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老管电池的这个电路板呢 它是裸露的 外面出了一层防护膜 而我们的新款电池呢 是一层灌胶的处理 这里面呢 只露出了一个保险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芯也不一样 这个新款电池的电芯的防护更好 而且底部呢 是采用的这个非常结实的一个总体连接 而我们的老管电池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软性的一个包装 这就是我们两板电池的气点